对面这位是 我的老公 这结婚多久啊 结婚半年了 结婚才半年 对 结婚之前还挺好的 我就觉得他个人也对我很好 对我家庭也很好 但是结婚之后就是 蜜月旅行了嘛 反正就感觉他 做事就什么没有规则 就是我俩不是结婚之前嘛 就是行的去 出去就是旅旅行啊 然后后来我说呢 得先研究去哪吧 然后他就说 那结婚之后再说吧 我说那也行 反正是还没结婚的嘛 然后后来呢 临结婚之前 我说那得决定一下了吧 因为结婚事很多嘛 他说到处再说吧 说可能说赶上什么 哪个人多呀 可能就改变了 但是我自己就是 已经就是已经规划好了 去哪里哪里 然后在哪个玩几天 玩什么什么的 但是他就不是这样的 就是小安 那我赶到这儿 我真好 之后来第一次先去的是西安 幸亏我在网上嘛 看着攻略了嘛 就是他们说西安到晚上 也会有大巴到市里 我跟他说 我说那咱俩不行订个票 然后要没有票了怎么办呢 他说到那再说 不行打车吧 我俩那天的飞机票 是晚上九点多 到西安已经凌晨了 根本就没有车了 打车根本就打不着 对 在那是咸阳机场 对 你要从咸阳到西安很远 对就很远嘛 然后我说 我说你要提前订车的话 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 他说那很多人嘛 那咱们就跟大部队走吧 我说那又可能 你来接机呢 你说你这怎么整啊 然后后儿 后儿我还是在网上 找着攻略了嘛 然后他们说 到哪儿哪儿去坐这个车 然后到那个西安市里 王伍俩也没有订酒店 到那个啊 全都满房了 我说那这咋整啊 我说那咱俩晚上 不可能住大街上吧 然后幸亏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叔叔拉着我们 然后去他们那个 他那个酒店 王伍俩是住了一宿 出门上啊 这也没行的 说直接溜的到哪儿 就算到哪儿了 其实 也不着急 我想去溜的溜的 也不着急 也没行的 规划那么太完整了 然后后来呢 这不就到了个西安吗 晚上到西安的话 一切还是挺顺利的 然后就是玩啊 吃啊等等 就是还这按着攻略来 然后后儿 我俩这行的 下一个地方 我说你去哪儿啊 他说 哎 看看地图吧 上成都吧 离西安也挺近的 我说那咱俩订票吧 他说赶他 这也不是什么高峰期 也没多少旅游的 赶他大家先订也赶他 说我俩最后一天 爬到西安的城墙 我说这城墙得多大呀 他说老大 我说那爬一半就走吧 我说也没啥可看的 咱俩订下午的票 直接能赶上 他说哎呀 等到时候再说吧 我说别说了 我说大家看看吧 我俩就坐城墙边上 就看了一下车票 我说都没有 那不是失算了吗 那谁到城墙 没有口了 上去就得走到那头 才能下去 就下不去了 然后我俩看了一个 就是到成都嘛 也就四五个小时的动车 然后我说那没有座了 我说不行 大家赶明天 他说那咱还给这待一天干嘛 那就走吧 说我俩买了一个 没有座纸票 直接站到成都的 那你说要提前买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受这个累 这不旅游不贴生活吗 啥你不知道这经营 挺好 去没去成都 去了 去了以后玩的好不好 玩的挺好的 那不就行了吗 那之后呢 他在成都 他自己在车上还说 那以后再也不办这事了 玩之后呢 确实我在成都 已经订好了房间 玩之后也就是玩的地方 去哪哪哪 其实我都是提前订的票 之后没想到 玩了那么几天 我俩去下一个地方 还犯这个毛病 又去哪了 我俩去的大理 去大理他们说 就是租车嘛 我说大家就租一个 那个小摩托 我说你也会骑 我说咱俩在大理玩两天 往后他可成想 可快了啊 一起玩大理游完了 刚我没地上游了 我说那这咋整 我说那房间都订了两天 钱都交了 我说你游玩了 我说那去哪啊 我说那跟这待着吧 你说要规划好了 今天玩这儿 明天玩呢 不是 你们俩是来秀恩爱的吗 没有 大把的时间 祖国大好河山去旅行 我们这想去旅个行都出不去呢 然后在这儿跟我们秀 哎那嘎的 那城墙老大了 哎呀妈呀死算了 哪也去不了 我们哪都去不了 我们都没说什么 这不是就行了吗 那有啥吗 不是玩的都挺开心的吗 这路上遭了一丢丢的罪 那有个啥呀真是 家伙入门呀 他不得接着他就一门门呀 就磨你是吧 哎呀妈呀 坐车磨走到溜的也磨 所以结婚这件事 是对你来说是不是灾难 哎呀 挺难的 啊挺难的 你看这刚结婚半年就说难了 那满一提就结婚 我还想说来说 结婚之前 我俩开婚纱照 你说女孩谁不想结婚的时候 整个漂亮的婚纱照 跟着摆着大家看呢 是是是 你说女生也就是说一报听 也就结婚这么一次婚 拍这么一次婚纱照 他就觉得 那咱俩都出去旅行了 那在旅行上拍呗 我说结婚的时候 你说你放啥呀 你还能放 那我俩以后旅完行了 回来再给你们看 之后我俩就去那个 拍那个婚纱照 那个地方了嘛 我也是在那个 就是听朋友说 说哪嘎好好好 我就请你去看看 之后就听销售员说 我说那也挺好的 我就问他 我说好不好啊 我说你觉得咋样 然后他就说 啊你不用问我意见 把我披上都行 那你说哪有说这个话 那你说拍结婚照 怎么还把你披上都行 本身就行 他蜜月旅行就照了呗 那家里结婚办成 有我感觉有没有相片都行 年轻人先一般都蜜月旅行嘛 个家办着啥的 那是眼睛根本没有办这个 办这个婚礼这个现场 那咱俩 开个宣核就完了呗 那非得啥子得 那你说 你到那个阿德连 咱照片都没有 咋没有照片 那不LED 大显示屏不也挺大的吗 那啥也没有 咋没有呢 电子的也不有吗 那电子的不是咱俩拍完婚纱照才有的电子吗 你不会P吗 照完照 你哥儿哪里 那P的那里 那哪有花钱也修得好啊 行行行吧 那就是照婚纱照也吵了架了是吧 最后照还是没照啊 照了 因为我生气 他说的话我就生气 一生气钱就走 我就花钱了 我说这就定这个 还有什么矛盾 还有就是我俩结婚之前 不都是两个家庭 你说我我沟通我家这边 你沟通你家那边 我跟他沟通 我家这边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说啊 你不用跟我说 你跟我妈说就行了 我说那我跟你妈说 我说说的是什么劲 你说我还没跟我未来老婆问 你直接就说了 你说我还行 我还感觉我挺多要求 你说你应该在中间 够帮我沟通沟通的 他就不对 我这思想我感觉 比较就是现代化的 不是你的思想 我也是感觉到了 照婚纱照可以披上去 是吧 婚礼你都可以不参加 直接给你弄个三逼人 从简 非常那么忙 这是从简 你跟老婆说什么事啊 就是买什么东西啊 然后就是这些 就是有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是小事其实都是 我说那不一定咱俩买了 省得老人去买 还买不明白 还可能说买的就是不是说很 不能说时髦吧 但是说很好看的那种 然后我说咱俩去买 咱俩就是都买完了 然后直接拿回家就完事了 也不用说再去沟通 他说你不用说 跟我说这些都不用买 你跟我妈说得了 我感觉这些都没有用 我说那你没有用 我说那你结婚干啥啊 他说啊 那我不想跟你结婚吗 我说你跟我想结婚 那你不买这些东西 他说那我感觉这些东西没有用 再婚后也用不上啊 就是什么什么红旗脸盆啊 木屋这些 我说那都是仪式感啊 不是那个古那个老一辈子 就是传统嘛 那我没有 我就感觉到现在就是枉费 重点重点 就我也感觉没有用 但是你说你拍拍摄像 你感觉没有用 你还买的刚好 那你说拍摄像 都得需要这些东西吗 那你说你说打 已经摄像来了 摄像现在多烈 想掐那儿就掐那儿 想想你看哪儿就看哪儿 那后期 那啥都没有 完掐头去尾就咋俩 婚前说也回不去了 婚后怎么样 婚后嘛 因为就是我俩做饭 就是做饭的问题 就是真的 就是我做饭 我觉得我挺难喊 因为我什么都不吃 不是你什么都不吃 不是不是 就是什么葱姜蒜的 大量这些东西都不吃 但是我 我觉得我很明视 我说那我就做饭吧 因为你什么都吃 我不吃 那我就不放 我不吃的东西吧 我就是根本 我也不会很做饭 就是还是看一些视频 就是大概 银腰买啥 银腰咋放 我就咋整 但我个人就比较 喜欢吃鸡蛋 我就比较什么鸡蛋炒饭呢 鸡蛋炒饰的等等一系列的 嗯 玩之后呢 有一天就说啊 能别炒鸡蛋了吗 我说那你想吃啥呀 啊随便 本身我就啥都吃 把他就学的一样菜 一吃吃一周 一天散门饭 一天散门饭全是鸡蛋 鸡蛋各种炒 各种炒啊 啊 我说你这 那我后 后手不也换了吗 换新猫菇了 那新猫菇就干炒 一炒也一周 那你这不是 不是给我做饭 你要啥都计要命啊 那你就 你就说 你说你想吃茶 反正我给你做不就完了 反正你还说啥都随便 那你可能是按我的来 那我也吃鸡蛋呢 听懂了听懂了 婚后发现吃不到一起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好 还有矛盾吗 跟婆婆关系好吗 婆婆关系特别好 我婆婆对我特别好 就是根本就是 哎呀 咋说呢 就嫁给她 多半都看我婆婆 就是基本我俩 就是有时候吵架啥的话 就是基本都是我婆婆 就是说 哎呀别吵了她就那样 反正你 不信你揍她 就是我婆婆开导我 就是我感觉我婆婆特别好 你们俩都是自由职业 我怎么理解这个自由职业呢 你们到底是有工作 还是没工作呢 有工作 你干啥的 我是那个餐饮的 你呢 我暂时没有 那你们俩花谁的钱呢 接这礼钱上 花了婚前的钱 那就是说 得公公婆婆贴簿呗 到时候 那倒不用 婚前是啥钱 就是接这 接这彩礼钱 还有我俩之间存的钱 呦 接了多少彩礼啊 这也不能说 几位数 那直接是 四四四 五位数了呗 五位数 我也说能吃几个月 她之前有工作 然后我也有工作 就是能够吃好几个月的 好几个月啊 天天吃西红柿炒鸡蛋是吧 对 心爆菇 那是能吃 今天为啥来 就是想改给她 就是那种 没有章法 就想跟她商量商量 就是以后做什么事情 都有一个章法 或者有个计划什么的 别什么都 我就到头了 我创到南墙了 我再想办法 我走到西边了 我再想想东边有啥 你觉得跟她结婚了幸福吗 反正挺好 不用操心 不用操心是指什么不用操心 是指一把她啥都能形成 反正管着我 我有时候也反正不咋得劲 就是降我两句 所以现在其实是更多的 你在照顾她对吧 对 你照顾她她还不满意 还喜欢嘴上啰里巴塑是吧 对 她说我就是啰里巴塑 其实我感觉还好吧 就是啥事我就想说 告诉到份上了 就是你这么做 你这么做之后有什么危害 怎么怎么地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唠叨 所以这个婚姻生活 跟你想象的差别在哪儿姑娘 差别就是我并不想说 什么事情都靠我 我也想说 你帮我分担一下吧 就是你也想了一下这些事情 就是这种 所以其实才结婚半年 琐事已经让你嫌烦和累了 对吧 对 你希望那个男人 能帮你扛点事 对 如果旅行的工作页 都是我做的 你不满意 你执不执行 我执行 只要我做就行 是吧 对 她的意思你明白吗 我明白 啥意思 我比较随和 你说上哪儿就上哪儿就行 你不是比较随和 你是比较懒 你不愿意承担责任 所以人家累了 才结婚半年 就有点受不了了 什么时候打算要孩子呀 这个倒没想过 我也没想 顺其自然 啥时候再找工作呀 溜达完回去就找 有工作定好了 就回去就直接就能干 不是 现在还在溜达呢 还在全国旅行呢 你们下一站去哪儿啊 我好奇地问一句 行上北京 要有地儿溜就去 没有地儿就先回 哦 那明白了 到此一游 很有意义 啊 就很累了 是吧 对 行了 听明白了 你们说怎么办吧 我怎么觉得 人家是来秀恩爱 秀甜蜜的 就一路这结婚 这么听就去了西安 打西安进了成都 从成都去了大理 打大理穿了个 厦门 厦门 从厦门北上往哪儿走 杭州 杭州南京 杭州南京 沿京杭大运河北上 一路行至天津 最后一站是北京 然后 这太幸福了 行行行 你们看怎么办吧 就说点祝福的话 其他的就别说了 不给人家的这个星婚蜜月添乱 哇塞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来来来来来 不是我们添乱 你们已经乱了 今后会更乱 我还是第一次听一个90后说 结婚的婚纱照 就是重简 把两张照片 披在一起就可以了 人家的旅行结婚 一个目的地 两个目的地 三个目的地 已经最多了吧 你们的目的地 旅行结婚是全国有 这是需要时间 精力 财力 你们有吗 坐视山空 我们有彩礼钱 彩礼钱的数字保密 但是足够我们花 你们以后日子过不过了 尤其是男生 你的角色完全转换了呀 您现在是丈夫 以后还是父亲 责任担当呢 看看您性格真的很随和 心态很好 但是这种心态 如果全部放在一个丈夫身上 是很可怕的 这样的丈夫她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 甚至面对着 可能出现的这一些 困难艰辛 没有心理准备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现在则是埋怨 如果哪一天 你们的婚姻 真的出现了 非常大的 保顿的时候 我相信 凭您的心态 转身就逃 无所谓 哥们心态好 没问题 放心 对吧 我建议 我建议 赶紧 结束 你们的 旅行结婚 改变行程 改变时间 赶快回吉林 干活去 还在晚 谢谢包网兄 许总 都说要了解一个人啊 就跟他出去 捋一次游 对吧 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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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正常 我没有觉得那么严重 二十出头一只女生才二十三岁 对吧 然后进入婚姻 那首先就是磨合 磨合之后我们也要在磨合当中 找到分工 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 我们每个人更适合 付出更多的是什么角色 去分工 然后做人生的规划 那我觉得比如说 刚结婚这段时间 可能工作是一个告一段落 那我们去旅行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你们游了很大一圈的 这个中国的大好河山 可能有些长辈或者老师 会觉得是不是太虚度光阴了 但如果在这样一段 长城的旅行当中 你们能够体会到彼此 不同的生活习惯 然后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并且在旅途当中 收获了这种美景带来的愉悦 这种蜜月带来的终身难忘的回忆 如果你们真的到了白头那天 想想我们当年 打打道闹一路 把中国的大好河山游了一半 我觉得也挺浪漫的 唯一希望给你们嘱咐的是 那毕竟我们成为了一个家庭 就结婚和单身 真的是两个状态 两件事 单身的时候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只要对自己负责 我愿意天天吃鸡蛋 是我的事 但是结婚就代表着从我变成了我们 势必我的世界当中有了一个他 我的思维方式 我的生活方式 我的状态要带上他 我爱吃鸡蛋 但是要考虑对方 他爱吃别的 那是不是多为他做一道菜肴 我太太不吃葱姜蒜 就爱吃简单的东西 那我是不是也下下厨 给我们家搞个浪漫的烛光晚餐 就当你们都能从一个独特的我 进入婚姻成为一个我们 经历了这种磨合的阵痛 我还是希望你们回归生活的正轨 旅行不可能是一辈子嘛 你们也玩够了 蜜月挺浪漫了 回归生活本来的轨道 去工作 去赚钱 去承担家庭婚姻的责任 去规划未来 孝顺老人 生育孩子 成就彼此这样的人生 可以收收心了 我就真的是唯一这样一个建议 谢谢 谢谢严老师 周老师 我觉得婆婆好聪明啊 你知道你婆婆极其聪明 这儿子简直太累了 赶紧给你吧 你赶紧帮我养着吧 你也就大胆地接了 在家啥也不做吧 天天给你做着好吃的 儿子你想吃啥呀 哎呦 儿子回来了 来你做着 妈给你做好吃的 天天这么围着你吧 所以你结婚了 你认为你媳妇也应该这么围着你 但你错了 婚姻是变化 是跨越 婚姻的跨越 是你要从儿子的角色 转化成丈夫的角色 丈夫是什么 承担责任 家里的责任 工作的责任 还有未来你要成为另外一个孩子的 父亲的责任 你要组建家庭 不再是我还是一个儿子 我想过以前生活 我继续过以前生活 不是了 我觉得出去旅游是一件好事 这个好事是你们可以利用 现在还不太忙的时间 可以享受一下生活 可以 对于灵灵 她是灵灵后对吧 对于灵灵后来讲 对于你那个95后来讲 是一种生活方式 没问题 但是在这种生活方式里边 你的新婚磨合期当中 是让你们学会转化角色和成长的 你一定不再是别人的儿子了 你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你要帮她单起一片天了 就像你刚刚说 我怎么知道西安城墙 就不能随便下呢 对 你以为社会就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吗 错了 社会就是你想的很复杂 你就得提前做好攻略 以前都是我妈帮我想了 现在应该交给我媳妇 我媳妇帮我想 哪有那么多都交给她的 你再这样揽下去 早晚媳妇跑了 你看哪去找 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婚姻也是我们的成长 从一个别人的女儿的身份 转成别人的妻子的身份 未来你可能还会转成母亲的身份 你的确就是要有变化 是家里的活该你做吗 可以 但不是都是你的 她也没工作 那做饭可以一起做啊 我觉得生活当中 夫妻最浪漫的有一刻 就是在厨房里一起忙活 你在那做了饭 她帮你打着下手 老公帮我剥一个葱 老公不好意思 我不要葱 你帮我拿个鸡蛋 帮我把这个菜摘了 我觉得两个人 你们现在正好是可以两个人共同去磨合的时候 你们不去磨合 反而你把她又供在家里 你当然累了 你再接下去 我跟你讲 你会更累的 可能今天你觉得 我还行 我还可以扛 但你再扛三年五年的 等到有了孩子以后 你觉得我老公怎么那么难啊 后来再想 都是我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让她做 我把她灌成这样了 你到时候后悔 那你改她更难了 所以记好了 婚姻是双方的配合 而不是一方的努力 同样婚姻是一种成长 而不是甩手什么都不干 谢谢周老师 这个蜜月旅行 这个选在了天津站 来到了艾宝打一下卡 我们也具备了这个 网红打卡地的一个属性 挺好的呀 这个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就提醒一点啊 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男生答 没想呢 女生答 顺其自然吧 这婚结得有点稀里糊涂 这娃可别稀里糊涂的有 这个基础 其他的老师们说的嘛 反正就是新婚磨合嘛 你们好好磨合 23岁的小朋友 嫁给了27岁的小朋友 27岁的小朋友 比23岁的小朋友 年纪还低 这是大班 这只有小班 这日子怎么过呀 你想起来 那个单责任了 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疼好老子 好不好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听过老师的教导 跟主持人的教导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努力改进自己 还有 努力做好 一个丈夫的职责 希望你有 给我改进的机会 我也以后 尽量的 没事 让你多帮帮我 也不说自己一个人 去承担这些 所有的事情 也希望 你以后可以 就是 你今天说的话 能够做到 之后 没有什么可说的 感觉 哎呀 这稀里糊涂 就把自己的一辈子 交到了一个男人的手里 这稀里糊涂 就把自己的一辈子 交到了一个女人的手里 说起来也是缘分是吧 好好珍惜吧两位 请回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结局还要猜吗 暴风兄 结局是肯定两个人出来 但是没有见过 对婚姻有如此心大的 这么两个年轻人 不明白婚姻是什么 就冲进去了 冲进去以后 发现 哇 我们两个人 好像有矛盾 但是我认为 年轻有一点好 我们今天这样的敲打 是有用的 我觉得接下来 边玩边想吧 边想下一站是哪吧 双冲 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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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看看 来来来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和各位请见证 双出 双出 中文字幕——YK